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就是日本明星貓 生長子 生長子是一隻來自日本的貓 有一次被主人無意間抱起 發現他的身體比一般貓更長 引來很多網民改圖而成名 去年他過了身 於是Kio就設計了這些襟章向他致敬 我推出一個用自己風格畫的生長子 一個正常的尺寸 一個最長的尺寸 一個縮短版本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形態呢? 就是他下樓梯的時候 主人幫他拍照 他上下身體重疊了 變成中間那一段就沒有了 見到好像站在那裡 有些網絡有趣的圖片 亦都比較受歡迎 大家可以看他 好像很熟口臉 還有另一個系列 就是肌肉貓氣 主人可能是從自己的角度 觀察的貓 好像人一樣 肌肉可能是很大隻 很多人會因為貓的關係 比起一種療癒的感覺 不如出一個可以脫身的 可以扣在身上 選擇了一些常見的網絡圖片 亦都常見的媽媽惡搞徒 去改編的貓章 都是一個傳達的 既然是愛你的寵物 亦都需要給予人關心它 希望我們傳達一樣 你要看他有沒有 沒有拍畫